上次提到物業被釘契只需要買賣雙方同意都可以交易 不過在正常買賣下 如果物業真的被釘契的話 買賣雙方怎樣處理才會比較好呢? 其實只要賣方在交易前的一刻解除了釘契 例如不賣方是因為拖欠銀行錢而被銀行釘契 只要銀行發出證明文件去證明已經清還了釘契所述的債項 並且把文件拿去填土廳登記 到時候其他人都可以看到業主已經清還了債項 也代表釘契已經被解除了 換言之只要業主和紀令的員工和解 或者維修令取得滿意子 並且把文件拿去填土廳登記的話 其實也代表解除了釘契 到時候物業也可以正常交易 如果在交易前也不能解除釘契 最壞的情況下 業主有機會被人指違約 到時候業主要賠償買家的一切損失 首先要退還訂金和物業差價 如果物業有升值的話 經紀佣金和律師費都要賠償 不過如果不幸在成交前也不能解除釘契 而這個釘契也只是牽涉到金錢 例如政府已經為大廈維修了 但業主還未清還維修費的話 其實到時候可以在交易的時候 在樓價上抽取 當然要買家答應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正常交易 要注意 釘契是沒有時限性的 所以所謂解除釘契 就不是指把原有的文件 在物業登記冊那裡刪除 而是另外補償證明文件去登記 代表了結了事件 所以一天證明文件 未拿到填土廳登記的話 其實釘契也不代表解除了 而遞交文件去填土廳 其實不用經律師樓去處理 不過為免有錯漏 而影響日效出售物業 我建議最好找熟悉物業買賣的律師樓去處理 就比較有保障